这个画面真的是吓坏了不少路过的驾驶 国道上的监视器拍下 周围民众是直接躺在路上 下半身是在路间 但是上半身却是在外侧车道 由于当时车辆不少 有数十辆的轿车经过 所有的驾驶都是吓得赶快闪开 就怕会把人撵过去相当的惊险 但也幸好当时因为大塞车 经过的车辆速度都不算太快 驾驶们都有及时反应立刻闪躲 因此是没有被波及到 事发地点在国道1号南下108公里处 头粪路段 有民众莫名其妙是躺在大马路上 似乎是想要被车撵过 而国道警方在接获其他驾驶的报案之后 也是立刻派遣徐罗车前往查看 没有想到一到现场 原本躺着的人是立刻起身 跑下编拨逃逸 随后也是通报了县市的警方进行处理 而最后是由苗栗的派出所 获报接手 将这名50多岁喝醉酒的男子送回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